然后当我们把这个detach了之后 然后把不要的面把它删掉 接下来我们就是有三个物件 这三个物件呢 请你个别都去在这个编辑的这边 加一个命令叫做SHEL 叫做涨share 这是涨它的厚度 你注意看它就是涨厚度出来 那这个厚度呢你可以去调整 看你要往外涨 还是要往内涨 你也可以往内又往外 那我是往外涨 我这个我是往外涨 那这个厚度你自己要去判断一下 你想要你的屋顶到底要多厚 你屋顶要多厚 然后这个的话也是一样 你就是打SH 壳 其实有一种石油 它好像也叫做壳 有一个石油的牌子 好像也叫SHEL 然后这个也是涨SHE 那这个厚度呢你可以去调 像我的底板啊 我的厚度可能要厚一点 我的厚度可能要厚一点 所以呢这个是屋顶 这个是屋子主体 这个是底板 我们都去给它加SHARE 然后这个SHARE你可以自己去调整 因为可能不同的部位 它的厚度会不太一样 所以请你去千切